春節廉價展開 建議大早 包括在桃園機場也出現人潮 根據了精采公司的預估 假期首日出入境 旅客將會突破十三萬人 而廉價期間 桃園機場總運量 更會高達一百一十六萬人以上 這樣公司也因此呼籲了 準備出國旅遊的民眾 最好要提早三個小時以上 抵達機場 報道通關 以免趕不上飛機 三部並做兩部 地勤人員小跑步跑進機場 連續假期第一天 通往桃園機場的周邊道路 就出現滿滿車潮 交通警察出島交通 原來清晨六點多 機場旁道路就出現車禍事故 雖然遠景迅速排除障礙 還是出現回堵車陣 出國旅客排隊通關桃機公司 預估二月八號的十三號 是機場承載高峰 每天出入境旅客超過十三萬人 春節零假期間 好幾旅客達到一百一十六萬人次以上 以前也有看過人這麼多 但是今天還可以啦 還可以啦 好像還可以 對 春節零假第一天 會不會想說提早一點到機場 那提早多久 提早了一個多小時吧 還好 大概多久 三十分鐘 那那個這樣的時間還能接受 可以 還多久了 還多久 我們 我們七點來 五點 五點 就不到六點就到了 那現在幾點 現在七點多 五三 往往五三 排隊人樓名員幾十公尺 各家航空公司 check-in櫃台也都是滿滿人潮 淘機公司提醒旅客登機通關 注意隨身行李 排除違禁物品加速通關效率 另外在春節醞釀備徵期間 民眾最好提早三個小時抵達機場 完成登機手續 避免突發狀況趕不上登機航班 記得王小華 桃園報導